除了美国选举 日本星期天将迎来大选 日本政治的性别失衡 也再次赤裸裸 血淋淋地呈现在全球面前 执政的自民党只有16%的女性候选人 在野党也好不了多少 女性参政率偏低 是政治与社会交叉作用产生的局面 单元化的自民党长期的执政 女性收入偏低 还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 期待女性担任照护者 都使得女性的参政道路举步维艰 在绝大多数的先进国家 选战期间 女性候选人的身影和声量 通常和男性不相上下 可是在日本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日本下议院只有一成女议员 而即将登场的选举 执政自民党女性候选人只有16% 再也到立宪民主党 也只有22% 这些数字或许很抽象 但走到东京近郊的神奈川县 一切就很明显了 在这个有着20个国会议席的县区 自民党只有一名女性候选人 日本有个非常不光彩的世界之罪 那就是其中一个性别鸿沟最大的政治圈 首先要检讨的就是战后几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 为何没有积极推动女性参政 实际上字面上的承诺是有的 政府放眼2025年下议院35%的候选人是女性 到了2033年 自民党三成的议员必须是女性 可是专家认为应该有更实在的政策 例如性别配额 不过自民党并不打算落实配额制 还辩称要增加女性候选人绑手绑脚 因为很多议席都必须让原认者守土 这就难怪为什么专家认定 今天的局面是自民党一手造成的 自民党说自己积极落实女性政治负权 可是也说社会必须改变态度 政府报告指出 女性参政的绊脚石包括性别刻板印象 认为女性是家庭照护者 所以没有办法平衡工作和家庭 24時間365日 政治的事件中心 是必须的考虑者和政治家 是必须的吗 这种考虑者和政治家 是一种的 另外一个难题就是骚扰 2020年到2021年 针对超过5000名议员的民调显示 只有三分之一的男性 遭遇过公众或同事的滋扰 可是有六成女议员面临这种困境 另外一个最大难题 就是制度性不公平 Politics, first of all, needs to become something that's not deeply unattractive to the average Japanese person and secondly, I think women the economy needs to be better for women so women are quite poor in Japan they are in low-paid jobs 日本的政治性别鸿沟 肯定和社会价值观脱不了关系 可是几乎一党独大几十年的自民党 难道就没有改变社会观点的责任吗 不过正在寻求连任的首相石破茂 这个月初的内阁只有两名女性阁员 或许没有什么比这一幕 更能总结自民党对女性参政的态度 感谢观看